距离上次9月的勘災行不到半个月 台湾和南西亚次进市中再次迷缅甸会合 希望能够尽快展开豆种发放的工作 豆种是很多 但是好的豆种不多 就是说一般的豆种大概就是100棵 它能够发芽大概60棵左右 但是我们实际发的豆种 我们都要求在100棵大概要90棵到95棵以上 7月缅甸水坏 农田几乎被淹没 家里无米可食的困境让人印象深刻 因此希望赶在11月中旬豆种播种的季节 完成所有发放 他们的豆种被水淹了三次 但是他们还是脸带着笑容 很乐观地跟我们说着他们的故事 除了豆种也将在明年2月发放豆种 期待送来的辅种能够再次翻转 受灾农民的命运 大爱新闻真身美之工黄俱晨明天报道